接下来在这个蔬果区再种上一颗石榴 我买的品种是这个突尼丝 这个品种的石榴可以连籽一起吃 是不是非常的好 吃石榴就怕土那么多的籽 这个石榴是很适合拿来盆栽的 因为它非常的好养 而且还很好看 如果光照充足的话 还可以结果子给你吃哦 现在我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这个石榴对花盆材质没什么要求 但是对大小就有要求了 看你是要想它长得多大 我要长得大一点的话 就要用大一点的花盆 反正大就对了 我的话就选这里最大的花盆 就是口径40厘米的控根盆 够大吧 接下来就是配土 这个石榴对土懒的要求不高 大部分的土都可以来种 盆栽的话只要透气排水性好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蔬果土来种 盆底我垫了一层颗粒 作为这个绿水层 再把这个苗取出来 这个根的话还比较鲜火 然后它的泥一点点黄泥不怕 直接把它种下去 继续加土 再给它提一提拍一拍 稍微摁一下 再加土 这样就差不多了 然后再用这个生根水 把它浇透 我用的是这个耐乙酸 这个耐乙酸在用之前 最好用这个热水 把它化开 稀释两千倍 给它灌根 浇透之后 再把它搬去换苗 放在这个地方 缓了两个星期左右 为了防止这个枝条抽干 我把这个伤口 这个薄膜把它包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